松仁宗给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安排了一个绝好的职位 却被他毅然的辞掉了 事情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司马光第一步从杂钢少年到正坛新兴至官场正能量 人宗皇帝非常赏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的人品与才华 在把他调入京城后不久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位 如果获得这个职位就意味着司马池仕途前景非常广阔 同往更高职位的大门已经打开 甚至官拜宰相都可能不再是梦想 然而这样一个令多少人艳羡不已的好职位 竟然被司马池毅然决然的辞掉了 那么司马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这些不寻常的举动 又会在小司马光的心里留下怎样的深刻印记 在司马光飞速成长的青少年时期 宋朝又有着怎样的官场环境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司马光第一步从杂纲少年到政坛新兴至官场正能量 在司马光八岁那年呢 司马池奉调进京当了群木判官 这个职位很诱人 这个职位诱人之处就在于他发展前景好 从群木判官的任上下来呢 司马池确实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位 就是开封府的推官第三把手 首都市的第三把手 这个职位非常诱人 但是司马池却没能坐上这个职位 因为得罪了刘太后身边的红人 得罪了那些宦官 司马池的开封府推官的职位 被打了回去 最终他得到的是耀州之州的职位 好不容易进了京了 当了京官了 而且好不容易能够引起高层的重视了 但是呢 却得罪了当权者刘太后身边最红的那群宦官 这个就是司马池离开开封前往耀州时候的实际景况 那司马池心里头紧张吗 他对前途是不是会感到非常张黄呢 我认为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就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梦 这个梦不是说我心里有个梦 说的是理想 不是 他确确实实是因为一个实实在在他做过的梦 做这个梦的时候 司马池还在光山 就在光山县令的任上 司马池因为得到了光州之州圣度的赏识 终于获得了他从最下一级的官员往上走 所需要的推荐信 那时候他已经做了16年最基层的官员 他终于推荐信够了 那按他的资历 按他的表现 就差推荐信了 现在推荐信够了 那就可以升官了对吧 就在这个时候 他准备去开封旅行升级的手续的时候 他忽然做了一个梦 在这个梦里边 他梦见 他到了开封了 然后呢 他把那些手续都交上去了 审核也过了 然后开封的人事部门呢 已经他要升什么官就已经拟出来了 已经拟定了 拟定之后呢 下边一个重要的程序是什么呢 人事部门的官员要领着这些要升等的官员去见皇帝 皇帝呢 要亲自看一看这些人 看一眼 可能还会问上两句 其实皇帝这时候并不是起的甄别的作用 皇帝见个面问上两句 主要起的是要显示他的亲切关怀 显示你们升官 这个恩呢 是从上边来的 那司马驰呢 就梦见他到了开封 可以去见皇帝了 然后呢 他拜倒在地 但是他起来的时候 他一抬头 他一看 他就傻了 在梦里他就傻了 因为什么呢 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 是一个小孩 他看到坐在宝座上是个孩子 这个时候的皇帝是宋真宗啊 宋真宗已经五十多岁了 怎么会宝座上是个小孩呢 那这说明什么 我们大家大大念想 那就是皇帝死了 换了小孩了 对吧 换了儿子了 在梦里头 司马驰就想 想着想着自己就把自己给吓醒了 他这番动静呢 就把他身旁睡着的司马太太 也给闹醒了 司马太太就很惊讶 他看到自己的丈夫 一副神色慌张 而且满头是汗 于是司马太太就问你怎么了 但是司马驰不说 司马驰说没什么 这个梦 这个话 他没有敢对任何人说过 他在心里头呢 给自己圆了梦 他告诉自己说 这个梦啊 就说明自己生改之期尚远 就是说自己升级的时候啊 还早着呢 他这么一解释 这皇帝就不用死了 终于司马驰 从光山县令的任上退下来 然后到了开封 去述职 同时办他自己的升级的手续 把所有推荐信 个人档案等等都搞定了之后呢 他就老老实实很安心的等着 他这个安心里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梦 他觉得呢 反正生改之期尚远 反正自己这回升不上去 所以他做的就是这个打算 可是没想到呢 过了几天之后啊 这一波要一块升级的人 还是被引着去见 他们要见的人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人事部的官员 就带着这一大批 要升级的官员 排着队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川廊入殿 终于到了地方了 到了那个地方 大家就都跪下来 行礼 行礼之后 司马驰抬起了头 他看见 坐在宝座上的 就是梦里头的那个孩子 这孩子是谁呢 这个孩子就是当时的皇太子 未来的宋仁宗 当时的皇帝仍然是真宗 可是真宗身体状况很差 他出不来了 所以呢 他已经做好了 要让儿子接班的准备 要让儿子再进行政治实习 所以就把一些最简单的政务 常规的政务拿出来给皇太子做练习 于是司马驰 他的升等果然就是在这个小孩子的手里升上去的 对于司马驰来说 这个阴厌了的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 这个启示是什么 就是说他司马驰的一生的荣辱 都会跟这个孩子 这个未来的皇帝联系在一起 司马驰毕生都信这个 这个梦 这个阴厌了的梦 就坚定了司马驰对仁宗皇帝的忠诚和信仰 我这用的不是信任 用的是信仰这个词 司马驰对于仁宗皇帝的那个感情 你只能是用信仰来形容 不能用信任来形容 他非常的虔诚 专一 他所有的忠诚 就是对着这个皇帝来的 对其他人他没有忠诚 他也没有义务要忠诚 在司马驰的心里 有人宗皇帝做底 所以他虽然得罪了刘太后身边的宦官 虽然他的开封府推官的人命 可以被挡回去 但是他心里并不怕 因为他心里很坚定的认为 仁宗皇帝会了解他 会还他公道 一个梦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吗 有 二十年之后 司马驰病逝了 他的好朋友 庞吉应司马光兄弟的请求 为司马驰做了一个悲鸣 就是把他的医生做了一个大总结 在这个悲鸣里边就想想细细的记录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梦 并且 庞吉还发出了如下的感慨 庞吉说 难道说真龙天子出世一定在冥冥之中会有所肇事吗 还是说 君臣之间的愈合 都会早早的埋下伏笔建立神秘的契约呢 这是一个反问 对这个反问句 庞吉的回答可是肯定的 他接下来说 如若不然 为什么神明会在梦中给了司马驰那样清晰的提示呢 庞吉认为司马驰这个人 他是一个有孤戒之劫 无左右之助的人 就这个人非常的清高 非常的孤傲 很有气节 但是呢 无左右之助 他没有任何背景 可是就这样一个 有孤戒之劫 无左右之助的人 却能够升到如此之高位上 成为皇帝的侍臣 这是为什么呢 庞吉的回答就是说 由天子特知之 有人宗皇帝对他特别的赏识 不管怎么说 那一年 当司马驰受到了刘太后身边的宦官的牌底出京的时候 但是他的官僚生涯 从此真的是没有走下坡路 过了些年 刘太后去世了 仁宗皇帝亲自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 他立刻就要把司马驰召回来 而且给司马驰安排的职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什么呢 他要请司马驰回来做建官 建官是什么官呢 建官是专门负责提意见的官 皇帝的缺点错误 宰相大臣的问题 还包括朝政的缺失 作为建官都可以提出来 而且宋代的建官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权利 这项权利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封闻言士 什么叫封闻言士呢 就是说我听说 当他提出来某人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用我听说开头 他不用指出来说谁告诉他的 他不用暴露他的信息来源 他只要说我听说 成封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可以往下说 那这封闻言士呢 这建官不就胡说八道了吗 不会 宋代的这个建官选择的一般都是那些非常有操守的官员 这些官员对于自己的气节操守有着非常明确的把握 他们不会这样做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宋代的这个建官之所以能够靠得住 不仅仅是靠人品的 他有制度做保证 这个制度是什么 第一个制度就是宋代不杀言士官 不杀 宋代的有一个传统 慢慢形成的这个传统就是不杀那些提意见的官 所以提意见的官可能会遭到贬折会贬官 但通常那种贬折呢不是永久性的 早晚还会提起来 对于建官 对于能够当上建官的这一批干部资源 宋朝政府是非常的保护扶植的 这是一点 不杀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宋朝对这个建官呢 给他安排了很光明的前途 那么假定建官提意见的时候 他得罪了皇帝 得罪了宰相大臣 临时出京 但是早晚他还会回来 很多的这个宋朝的建官都能够官至高位 甚至宰相 刚刚亲政的宋仁宗 请司马驰回来 就是请他来当建官的 一个大有前途的官职 摆在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面前 而他却做出了奇怪的反应 司马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司马光第一步指官场正能量 在宋朝做建官 风险小 有前途 是许多官员梦寐以求的职位 之前 司马驰的仕途之路并不顺利 仅仅地方官就做了整整16年 按理说 仁宗皇帝安排司马驰做建官 这等于给了他一个升到更高职位的举好机会 司马驰理应感到万分倾情才对 但令人意外的是 他却坚决地辞掉了这个职位 那么司马驰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 司马驰自己后来有个解释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呀 建官只有两种做法 一种呢 就是豁出去 豁出身家性命去 不怕得罪皇帝 直言尽见 以尽其做臣子的节操 但是这样呢 可能搞不好就自身难保了 这是一条 一种做监官的做法 还有一种做监官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直打打擦边球 大家都听见他天天在提意见 但是他声音虽然很大 但是从来不提任何真正有价值的 会得罪人的意见 他保持高调 但是他直打打擦边球 那么干嘛呢 就是为了自己将来取贵士 做大官 司马驰说 做建官只有这两种做法 我不愿意做那种 巴拉巴拉 只说不关紧要的话的人 如果我去做建官 那肯定是会丧生的 这是司马驰的解释 当然这个解释当中 司马驰是用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来要求建官 他对自己的要求 从来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他去做建官的话 他会高标准的要求 然后会努力的提意见 提真正的意见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尽忠职守的建官在宋朝 待遇其实不坏 结局不坏 那为什么司马驰在这个时候 就一定要肯辞 一定要兼聚呢 这个后边确实是有原因的 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司马驰被召回来这一年呢 是宋仁宗的明道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一零零三年 刘太后 刚刚撒手西去 仁宗呢 其实当皇帝都当了十三年了 但是呢 没当过一天家 都是他妈当家 而且他这个妈妈管得非常严 什么都管着他 这下他妈妈终于去了 他终于可以当当自己的家了 就是长期受压抑的这个宋仁宗 这回就决定自己做一把伸展运动 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然宋仁宗这个人呢 其实骨子里是个很温和 其实相当守规矩的人 所以他选择的这个突破口 其实并不是太大 他不要打仗干嘛的 他干嘛呢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他要爱情 他是有皇后的 他的皇后姓郭 这郭皇后呢 就是刘太后为他选的 所以刘太后在世的时候 这个郭皇后仗着 有刘太后撑腰 是很娇横的 就是没把他的丈夫 皇帝太放在眼里 而仁宗呢 他另外有喜欢的女人 可是呢 刘太后管得特别严 他要想接近这些女人 也是很难的 这下好了 刘太后终于不在了 没人管了 于是呢 他身边那些女人的名字 就外界能够听到的 有名有姓的女人 就开始多起来了 他宠幸的有什么 杨美人啦 有上美人啦 那你想想 娇横惯了的郭皇后 能干吗 不干呢 于是 这个仁宗的后院就起火了 有一天 大概是这个家庭聚会 当然家庭的规模 比我们一般家庭要大得多 仁宗所喜欢的一个上美人 就当着皇上的面 就给了皇后下不来台 那这皇后哪干呢 于是皇后蹭了一下 就站起来 抡起巴掌 就朝这个上美人的脸上扇去 说时迟那时快 仁宗立刻就跳了起来 要去保护他心爱的女人 结果这一挡 郭皇后这一巴掌 没打在上美人的脸上 打在了仁宗皇帝的脖子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场面吧 郭皇后顿时就石化了 然后就跪倒在地 仁宗呢 可以说两眼冒火 包括上美人那种 阴阴厌厌温柔的安慰 他也听不见了 接下来仁宗决定 要对他的皇后做点什么 当时的宰相吕仪简 因为对这个皇后也有意见 所以吕仪简支持仁宗废后 要把这个皇后给废了 仁宗最终就宣布 郭皇后是自愿出家 你想想废皇后那不是小事 不是普通的小年轻离婚 那是什么 那是母仪天下 天下之母就要混了 这怎么可以 建官们就连连提意见 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一批的建官 就通通的都被赶了出去 台官建官都被赶了出去 这其中就有大家都知道的 北宋的名臣 后来做到参知政事的范仲淹 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司马驰当时在建官之列的话 那他一定会拼死抗议的 他甚至可能会在 费皇后之前更早的时候 当仁宗开始重新那些 上美人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提意见了 司马驰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仁宗赵司马驰回来 当建官的时候 费皇后的这一幕极端事件 还没有上演 但是仁宗开始宠幸某些女人 那这个事是已经发生 并且传到了宫外 司马驰一定有所耳闻 所以他知道 如果他接这个建官的职位 他就一定会拼死力争 他就一定会得罪他的皇帝 所以我想司马驰他把当建官的结果 说得那么可怕 要不然就会丧失身家性命 有这个原因 有这个现实的背景 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一点背景 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 其实可能跟那个梦有关系 他对他的这个皇帝 要托付终身的这个皇帝 他其实是有着不同一般 宗教一般的信仰 所以他也不愿意跟他的皇帝之间 有着很大的冲突 所以司马驰拒绝了当建官 不管这个实际原因究竟是什么 但是这件事 司马驰拒当建官这件事情 可是给仁宗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他觉得这个人连这么重要的 人人都想当的建官职位都能拒绝的话 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谦充的人 司马驰不愿意进京当建官 仁宗也没有勉强他 司马驰继续留在地方官的任上 但是仁宗给了他一个指使馆的头衔 这指使馆我们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说在使馆负责国家修使 但是实际上司马驰他还在外地 他不可能来使馆工作 那是给文官的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头衔 就算上做梦成真的一回 宋仁宗这是第二回照顾司马驰了 几年之后呢 司马驰终于奉调还经 进入三司 也就是宋朝的财政部工作 在此之后 仁宗又给了司马驰第三次照顾 要他去做御史台的 试御史之杂事 这是干嘛的呢 御史台大概相当于中央的监察部 也是专门负责挑错 负责找毛病的一个单位 知杂事是御史台的副台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 司马驰还在三司工作过 财政部工作过 当过大概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的职位 从财政部的副部长位置下来的时候 司马驰又遭遇了小人的暗算 要在职务上压低他 这个时候又是仁宗给了他第四次的照顾 仁宗看到这个名字说 诶 司马驰这不就是那个辞过当建官的人吗 而且仁宗还记得 这个人当年推荐他做群木副使的时候 他也辞了 所以这个人是应当大力提拔的一个人 于是皇帝发话 司马驰得到了天章阁代制这样一个头衔 这不是职位这是头衔 天章阁是什么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但如果我说另外一个阁名 大家就知道了 龙徒阁 包拯 天章阁龙徒阁 这是宋朝的内阁 是干嘛的呢 是藏皇帝的御书的地方 已经去世的皇帝留下来的笔墨 留下来的文字 藏在宫里边这些阁里边 然后这个阁呢 这个阁名又加上代制或者是学士 天章阁代制 天章阁学士 龙徒阁代制 龙徒阁直学士 学士 加起来之后 他构成了一些荣誉的头衔 这些荣誉头衔 专门给那些高级文官 司马驰当上天章阁代制 这就是进入了高级文官的行列了 论职位呢 他当时是做的合中之府 他这些成就都跟仁宗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在他去世之后 庞吉总结他的一生 就说 这个人以孤戒之节 无左右之助 但是能够生到 这样高的位置 成为入内阁 成为皇帝的侍臣 就是因为 有人宗皇帝特知之 庞吉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司马驰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当年那个应验了的梦 肯定也是他告诉自己的家人 告诉自己的好友的 他非常郑重地告诉了孩子们 这个梦 做官要有孤戒之节 要做一个不攀附权势的孤臣 做一个像这样的孤臣 忠臣 大忠之臣 司马驰一生可以说是做到了 后来的司马光也做到了 毫无疑问 司马光一生下来 就是一个官僚子弟 这是事实 而司马光刚出生的时候 他爸还是一个小先令 到了司马光二十岁重进士的时候 司马驰当时是三思的 盐铁副使 这个级别跟宰相比肯定不大 但是在官员当中也已经算是上层了 这二十年时间 司马光跟着他的父亲母亲走过了许多的地方 看过了别样的山水 这一路上他吃的用的都是他父亲的官缝买来的 他住的呢都是官崖是宿舍 官场可以说是司马光成长的最重要的环境 太后想要盘亲家 竟然会有人不给这个面子 这个牛人会是谁呢 他怎么敢不把太后放在眼里呢 百家想谈正在播出 司马光第一步指 官场正能量 司马光死后 嗜好为文正 这是宋朝能给文官的最崇高评价 整个宋朝获此殊荣的也仅有三位 他为人公道正直 表里如一 敏而好绝的作风 是获此殊荣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品质 与父母小时候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在这方面 司马持无疑是合格的 他的正直诚实 给小司马光做了最好的表率 而除了父母的影响 社会大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也不可小觑 那么司马光年少时期 宋朝官场的大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宋朝960年建国 那么到这个时候已经六七十年了 在这个时候呢 有能力的人还是上得去的 只不过升官的速度没有以前快了 在962年出生的扣准 980年重金是 三十出头那个时候就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成为天下人瞩目的沾花少年 这样的传奇故事不大容易有了 基本上没有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官僚升迁的制度 开始逐渐的建立起来 严格起来 比如说司马驰 中进士之后 做那种最底层的官 一直做了17年才上去 就是因为制度密了 人多了 但是有能力的人 正直的人 仍然上得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通往官场的路 就是科举制度 它变得更加的严格了 宋朝的这个科举制度啊 有很多的这个制度设施 说起来 今天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 但是大家想象一下 一千多年以前 建立这样的制度 是很了不起的 比如说有什么制度 所愿的制度 就他这个考官是临时任命的 然后任命之后呢 就要把这个考官关起来 要与世隔绝 防止什么呢 他出题的时候 防止泄题 防止走后门 所愿制度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弥峰藤路制度 弥峰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高考的诗卷 也会把那个卷头盖起来 这样的话呢 判卷的人就不知道 这是谁的卷子了 他只能根据卷面来判 但是宋朝人觉得这样还不够 仅仅弥峰 仅仅密封诗卷还不够 宋朝人还做什么 还做藤路 就是把这个诗卷 抄一遍 用工整的标准的字体 找人抄一遍 然后再拿去给考官看 考官看到的不是圆卷 而是超过的卷子 这样的话 你想在诗卷上做个记号 这个地方 比如说弄上一个墨点 那是不行的 宋朝的这个考试制度 相对而言 这个时候还是相当的公平公正 制度建设做得非常的好 这就给那些有才的下边的没有家事背景的人仍然是提供了非常大的上升空间 然后呢 第三点 就是当时的官场的风气 总体而言 还是比较正的 权势地位和财富 并没有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高尚的东西 仍然在生长着 仍然是有力量的 那些以崇高著称的官员 像范仲淹就是在这个时代 他比司马光大一些 比司马尺小 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起来 他们还都在血体方刚的时候 这时候的官场总体风气非常的正 当然正不是说就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永远不存在 但是他要有一个主流的东西 他是正的 他是有浩然之气的 我们在这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是什么呢 就是司马尺在洛阳的时候的顶头上司 洛阳的这个留守 刘烨这个人 是他的故事 这个刘烨呢 他们家的家世 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显赫 什么叫实打实的显赫呢 比方说我们做个比较吧 司马光他们家 他们说他们祖上 是进安平县王司马福之后 是皇族后裔 但那个皇族呢 都多少年前了 太远了 可是人家刘烨他们家 从北齐开始 历经隋唐五代 一直到宋 每一代都有人在做官 就是每一代都有人做官 都做着很不小的官 用一句古代的话来讲 这叫官免禅连 这刘家 刘烨他们家 真是官免禅连 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他们家的这些做官的这个记录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记录在他们家的家谱之上 显赫吧 显赫 但就因为显赫 麻烦来了 刘烨姓什么 刘 对吧 这个问题简直是个废话 那么刘太后姓什么呢 也姓刘 只不过呢 此留非彼留 我们说刘太后是谁啊 刘太后曾经是一个歌女 很卑微的歌女 四川人 她跟一个银匠结了婚 然后银匠呢 把她带到了开封 然后就把她献给了 后来的宋真宗 当时还是一个亲王 当时是一个皇子 刘太后 非常聪明 也非常能干 所以才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从小小的这个宫中的 普通的妇人 慢慢慢慢爬到了皇后 然后又爬到了太后 大权在握了 刘太后这个人在历史上评价 其实还不低 应当说还是一个比较 有作为的政治家 她很有成就了 对吧 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性个人奋斗的 最高榜样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此人还很不知足 她还想要有一个显赫的家世 她觉得她自己原来那个家庭出身太卑微了 所以呢 在她是皇后的时候 她就已经 当然那时候是真宗帮助她 就已经伪造了一个作为高级军官的爸爸 那现在她是太后了 她现在是实际的大宋王朝的实际当家人 那只是一个高级军官的爸爸 不行 她升级了 她的爸爸也应该升级 于是呢 刘太后就单独召见了刘业 见他干嘛呢 见了面之后啊 就跟他说 说呀 我知道你家是宁门 我想看看你家的家谱啊 说不定我们是同宗呢 如果刘业真的把他家的家父捧出来给这刘太后看 那肯定就不是说不定了 他们肯定会是同宗的 跟太后变成同宗 这肯定不是坏事 对吧 你叫太后一声 姑姑或者是姑奶奶 甚至是再高一级别的姑奶奶都行 那从此之后 荣华富贵随之而来 这是大好事对吗 至少它是个诱惑对吧 那么刘业是怎么回答的呢 刘业说呀 不敢 太后过奖了 我们家呢 只是寒门 从来没有过女子进宫 刘太后后来又追问过好几次 就是一副不入刘业家的家谱 事不罢休的架势都摆出来了 那刘业没有办法 推推推 推来推去 最后也不行 最后刘业在万般无奈之下 干嘛呢 只好就装死 就是有一天忽然在殿前就晕倒了 暴中风穴 晕倒了 晕倒了之后被人抬回了家 抬回家之后 他就再也不肯进去了 他就要求 强烈要求离开开封工作 在他的强烈要求之下 他到了洛阳了 刘业到了洛阳之后啊 刘太后后来还想让他回开封去 但是呢 刘业就是死也不回去 后来就在洛阳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很闲很闲 没任何权利的职位 终了一生 司马光砸钢的故事流传了千年 这样一个聪明机灵的孩子 为什么也会有强烈的挫败感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司马光第一部 从砸钢少年到政坛新兴之 第二名的好孩子 在一些人眼里 能与手窝大权的太后 攀上亲戚关系 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然而面对太后的软磨硬炮 刘业却一点面子也不给 想方设法地推辞了 最终也没有满足刘太后 想攀亲戚的愿望 那么刘业为什么 非要坚持这样做呢 他的这些不寻常的举动 又会在小司马光的心里 留下怎样的深刻印记 那么刘业为什么会 避之唯恐不及呢 因为在刘业看来 祖宗造假 那是一个原则问题 把一个不相干的太后 拉进本宗 这不是光宗要祖 而是辱墨门庭 孔子说过 唯明语气不可假人 就是只有这种名义的东西 虽然看上去很空 但唯独这种很空很空的名义 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给人 不能随便发售 名义是空的 但它的价值也就在于 它是空的 正因为它不值钱 所以它才不可限量的值钱 它的价值就在于 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不能用地位来交换 如果可以交换 那就是不值一切了 当然这是原则上 祖宗造假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问题 那么再退一万步说 刘业肯定也是看不上 这个歌女出身的太后啊 说到这儿 其实就是刘太后自取其辱了 对不对 她本来都已经是一个 个人奋斗的顶峰典范了 如果她不要去伪造一个祖宗的话 谁敢瞧不起她 但是她偏偏要去造假 这一番做作 白白的送上门去 让老牌的世家子弟 刘业活生生的给她看扁了 瞧低了 刘业用装死捍卫了 世家的尊严 他到洛阳做了西京留守 那么司马驰呢 就是应刘业的推荐 到洛阳来工作的 刘业是司马驰的上司 那么她的这个故事 司马光肯定就听说过 在这个故事当中 传递给司马光的正能量 我想是够她一生受用的 在她成长的时候 在司马光成长的这个路上 宋朝的官场 虽然有各种矛盾斗争 有争权夺利 但是所有那一切 并没有把真正的 真的东西 善的东西 好的东西给淹没 当时的官场仍然有正面的积极的力量 这种正面的积极的力量 就给了官僚子弟 司马光非常好的成长的环境 我们回过头去总结一下 司马光的成长的环境 在陕州下县宿水乡的老家 那是一个和睦的团结的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还源源不断的 给司马驰的小家庭提供着帮助 而司马驰 司马光这一家 跟那个大家庭之间 也是有着非常和谐良好的互动的 这给了司马光一种 在成长过程当中 那种正面积极的厚实的力量 而司马光周围的这些官员们 从他的父亲到他父亲的上司 刘烨到他父亲的朋友 庞吉这个人我们以后会讲到 他们几乎都在努力的 向司马光传递着 在努力或者是不经意的 向司马光传递着正面的力量 这就是一个宋朝的官僚子弟 司马光所受到的教育 是这样一个患游者之子 所能够得到的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当然患游的生活 并不只有这些正面积极 很向上的东西 他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一些情感的东西 关于司马光 在他父亲的患游过程当中的 成长的经历 我们下集再讲 谢谢